聪明人只需三秒就能解开这对形状怪异的钉子 而脑筋不开翘的人 即便给它三年十年的 也未必能探索出其中的翘门 传闻这是古时候用来开悟孩童智力的意志烧脑拓扑谜题 那要怎么解开了 按照大多数人正常的思路来解 往往会本能的尝试 在钉子的缝隙之间硬拉硬拽 在缝隙的各个位置不断用力抽拉 可是不管是从左边钉子或右边钉子的间隙之间抽拉 哪怕您力大无穷 因为钉子之间的间隙宽度刚好比钉子之间小一点点 这就使得两个钉子用蛮力根本是无法解开的 仔细观察它们的整体造型 两个钉子设计的是一模一样 钉子上的两个圆孔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 看似很复杂的结构 实则玩起来没那么容易分开的 这就非常考验孩子 平时在家有没有做逆向思维训练和观察力训练 思维能力好的孩子 他会将两个钉子交叉后尝试取出 但是在取出的过程中却不曾想被钉子中间的折弯处所阻挡 导致两个钉子无法继续往前移动 那如果不断地转动钉子了 改变它们的相对位置 还是无法将它们取出来 那要怎么解开了 生活中我们往往在遇到难题时 视线和思考都被局限在眼前的情况下 要想取得突破 就必须打破常规的思维 注意看 不要眨眼 正确的方法我来解一遍 首先我们将右手的钉子从缝隙处沿着圆环轨道逆时针旋转186度 这样两个钉子的圆环就再次重叠了 接着再把右手的钉子再向右翻转186度 此时想出来被钉帽卡住了 我们只需把右手的钉子往前倾斜筹拉 这样两把钉子就成功地分开了 学霸和学渣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智商 而是思维认知区别 看问题角度不同 经研究发现 那些经常玩一只玩具的孩子要比同龄孩子 更善于思考和解决问题 比如这个智力解构24简讨 它是古人智慧的结晶 孩子在探索的过程中 无形中锻炼了他们的逆向思维能力 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空间想象力 以及对专注力的培养 同款智力解构 在视频左下角购买